3 3 3 4 4 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今天我们一样来玩一下狼族崛起吧 荒野入侵的活动在礼拜六 晚上终于正式落幕了 大家也度過了這驚心短暫的週六 那不得不說啊 基本上盾能開的都開啦 還是會怕敵人四處來襲啊 尤其是一開始靠採集可以穩穩拿積分的冷月 到後來基本上也都不敢出去採了 因為只要一出去 對面的80的人就直接跳過來 把我們就收掉了 那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那個突襲作戰啊 打到會讓人想哭啊 那這一次的完結認真來說 我覺得整體的獎勵上 因為不是獲勝獲勝服啦 整個獎勵就少非常的多 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獎勵的部分吧 那冷月先升級一下裝備 升級一下建築啊 來我們的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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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在個人 不是這裡 應該是在系統吧 靈中之戰開打了 啥子開打我怎麼不知道 要許我靈中之戰開打了 我怎麼不知道 戰鬥已結束 阿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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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完全不晓得 这就有点扯淡 好 那我们继续言归正传 荒野入侵这个部分 我觉得首先是奖励值的部分 因为基本上你如果今天你这个福不够强的话 很容易像冷月一样 你到最后就出不去了 对面人只要一直来压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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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垒 基本上你完全都打不出去 只要七九的人一直跳过来这边乱 我们基本上人也完全出不去 过去之后他们还有阻力的防守 一过去就被围 一过去就被围 哪边烧就被围住 基本上完全就打不出一个所以人来 那冷月最后是拿到 刚才忘了重点 这里 十个荣耀印记 三个巨蟹碎片 一个远金传说 三十宝石 再加上五个荣耀印记 五万水紫金乘以二 三小时加速一个 高级血精石两个 再加上 落败的奖励 二十个印记 两个巨蟹碎片 五个研究加速 五个允金 跟五个五万紫金 那冷月这次想要赌一下 反正 三十五的那个硬币也换不到什么好东西 那他也没有说到底这个硬币可以留给下一次兑换 所以冷月这一次呢 索性就都不换了 反正能换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基本上价值都不高 你顶多就换个恶魔果实 换个传说浆果 换个允金啥的 那我觉得我不如就赌 搞不好他可以留到下一次换 那如果可以留到下一次换的话呢 那我们基本上就有机会 换到高阶狼啦 毕竟他的这个商店的日期啊 商品刷新日期有37天 我自己觉得 这应该会一直复刻一直复刻一直复刻 来看一下他的日程表 来我们这一次的荒野入侵嘛 来看一下下个礼拜有没有 荒野入侵的标示是 一个狼一个刀 好好像还没看到出现 但我觉得他一定会在这个月内再复刻一次的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样是拿到我们的传说狼的奖励了 那这一次我还讲一下好了 这个荒野之战的部分 荒野入侵啊我自己觉得有几个缺点 首先我就在平衡做的不够 因为首先你在治疗兵 练兵造兵的时候 通常这种跨幅的大战役 官方都会推出一个buff 就是跨幅战的期间 可能造兵资源减半 然后造兵时间减半 治疗时间减半 治疗资源减半 他会弄一个这样的buff出来 让大家可以在打的上面有更快速的节奏 也可以让维克不要那么 维克无克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 因为你想想看你的 好不容易练起来可能9000三阶兵好了 你可能被敌方一清 清完之后最后清到最后剩两三千 或是三四千五六千这样子 那你的9000兵可能是你练了很久的兵 那其实很多无克维克就因为这样子而退坑 虽然说这是战役游戏的常态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觉得说 这样确实压力负担太大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首先是他的荒野入侵 我会希望说他把很多的 资源就做一个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 然后再是奖励的部分 奖励部分最吸引人的呢 只有我们的高阶传说狼自选宝箱 其他其实都还好 尤其像这个积分的部分 我觉得积分宝箱呢 可以当作是一个官方免费送给大家的东西 那我觉得他就不用把门槛设这么高 让无克维克基本上在挑战这个积分上 也可以轻松把宝箱拿满 毕竟你想想看一个刚21等的无克 战利基本上完全很惨 如果对面攻势猛烈的话 基本上他连采集的积分都不用想赚 像冷月不到100万的积分 可以在排行榜上排116名 代表说 有绝大部分的玩家 其实可能是连50万的奖励都拿不到的 有破百的有几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百名积分才勉强到109 就是要拿满这300万奖励的难度有多么的高 那既然我觉得官方是有心想要把这个福利放给大家的 那把门槛稍微砍个零 50万变5万 100万变10万 200万变20万 300万变30万 我就变成这样子 可能会相对来说来的好一点这样子 那联盟积分也一样 联盟积分一开就开多少 各十百 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一开就开一千万 就算大盟 联盟排行榜第一名 各十百 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第十名有刷到一亿的战争积分 各十百 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各十百 千万 十万 百万千万 对 有刷到一亿的战争积分 但基本上我们看能领满所有奖励的 要4000万以上奖励的盟 基本上到第七名之后就完全领不到了 所以等于说我觉得这联盟积分的部分也是一个蛮高的门槛 我觉得吧 你也不用砍到说都砍一个零 都砍一个零就太少了 那百名就是送出去的 我觉得各减半我就会差不多 五百 一千 一千五 两千 这样子 我觉得以这个积分来看会是一个比较差不多的奖励门槛 这样子 至少让前十名 我不会说要前二十 至少让前十名的联盟都可以拿满所有的奖励 我觉得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然后后面的联盟到二十名可能再拿到什么第二个奖励 或第三个奖励这样子 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数字这样 所以我觉得门槛设的部分设的有点高 尤其是个人门槛 从排行榜来看都可以知道 要达到三百万 来看看三百万 只有前十二名的人可以达到三百万 就可以知道这个门槛究竟有多么难达到了 那你如果说今天这个三百万的东西可能是非常强悍到西式珍宝的程度 那我觉得你可以放得紧一点 但今天不是 还就只是五个巨蟹碎片 十个荒野印记 各八个治疗跟研究加速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把这个这么差的奖励 然后锁得这么紧这样子 好那再来就是荒野加速的部分 那这一次锁定说只有21等的玩家可以参赛 但是你只要跳过来 很多人一样会对未满21的还在发育的新手做一个突袭这样子 那其实新手在资源方面其实都现在比较少一点 那很多人就是飞过来都就无良开始乱烧乱打 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对那些还没21等 明明就没办法参赛 明明就没办法打人获得积分的玩家 却还要被打 那我觉得这样会相对来说 有点不够平衡啊 就变成说那些很无辜的不到21等的 一样就被打烂了 然后虽然他有设定六小时的积分 六小时的时间 但我觉得 六小时确实是够啊 时间是够的 但就是说你跳过来都可能就要靠压制战术 来让敌人不要来的那么多那么密集这样子 那像冷月最后其实是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没用到啦 主要只打两个小时 因为基本上来说打到最后就完全打不进去了 我根本只要跳过去 一落地就有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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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全全就不用考虑说什么 还要再去做一个进攻跟防守 因为基本上去了就被灭 去了就被灭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太考虑说什么 你要跳过去那边做什么 骚扰战术突击战术 你战力不够高 等级太低去就当肉丁 然后就让他们对面萌只要高等战 高战人数比较多 哪怕你是那种低战人想要去做一个骚扰 难度都很高啊 因为对方可能一个人就挑你们四五个人了 好那我们这次对于荒野入侵的部分 我觉得啦 最大的诟病点在于说 兵力治疗跟制造的时间以及资源 再加上奖励的门槛度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比较 觉得需要改进的 那其他部分我觉得都差不多啦 再来就是对于低等玩家的保护措施 因为首先讲真的 他们真的是无辜啊 他们也不能打别人啊 打21等的也打不过啊 那你让21等的可以去刷他们 手掌刷他们 那这些某些还在发育的新手玩家 直接就被打烂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平衡点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我改 我可能会改成21等以下的玩家被打 不会损失资源 兵力只会轻伤进入药草丛 然后一样也吃得到我们建造 就那个什么制造兵 然后时间跟物资的减少 那些都吃得到那些效果 那变成说让高等玩家 不会想要去打低等玩家 不会说什么 我为了要农资源 哪怕他没积分 我一样就过来打一打 烧一烧这样子 让低等玩家凑保护 不会掉落资源 再加上兵力的部分 必定轻伤不会死兵 回到堡垒这样子 那甚至我觉得 让低等玩家在那时候 受到高等玩家打不损兵 我觉得都OK 因为讲真的 低等玩家确实战力也需要养成 你让他们在这么早的初期 大受打击 真的会很容易让他们就退坑了 然后这游戏的前段的 就那些比较低等的无课或微课玩家 可能就逐渐的不见这样子 然后整个游戏就开始逐渐凋零 之后就剩下大课长几个在那边互打 高兴这样子 好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啰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啰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